我想問一下,那裏有九個人去追擊的會議 但他說有三個人是因為你入民的會議 包括阿基的影響,鍾永專輯,黃瀚區去追擊 但由各國會支持的人,但過了一半以後 我們一直以來在討論那個名單的時候 任國獨安區是想用人民理論的名義而出的 最後讓我知道了,我說不行 因為這個區我們不會找人去選,所以就改 他一向是神州,大家知道神州也是我們 范南人是我們人民理論的其中一個組織 我們就說我不會用人民理論的名義 不會讓他用人民理論的名義參選 很清楚的,這就是一個處置 我舉個例子,當年又是這個選區,任國獨 我們社民連,我當時在社民連,我是負責選舉的 我們就參加這個泛民協調機制 所以任國獨的位,社民連是不可以派人去參選 我們都不會支持其他人,一定是支持任國獨 但是我們有兩個成員不知酒類,幫另一個候選人叫陸傑 簽了這個支持同意書 一個是梁國雄,一個是真正 那阿基告訴我,我發現了之後,馬上抽他們的支持同意書 是吧?這些經常都會發生的,你明白嗎? 但是我們是守那個規矩的,當時當年 即抽 我們又有一個例子,在譚香文那個選區 社民連有一個叫做盧海鵬去參選,我立即開除他 事後證明,原來社民連有人在背後,就要安排他去參選 我負責選舉,我永遠是光明正大,不做這些陰謀鬼計的 再說回現在有爭議性,說我們和公民黨撞區的尖東 當年我們參加協調機制,只可以一個泛民主派的候選人去參選 就是寫民連的李偉宜,結果,民主黨的吳永輝就是支持家里 讓我發現了,我和何俊仁說,何俊仁沒有這件事 這些就是所謂協調了 回答你這個問題,還給你多些資料 所以那個,當然他可以,馮兼基可以這樣說 他用陰謀論,你看看,他本來想砌我們 但結果沒有 他這個,沒有我們的背書,沒有我們的資源 他贏到你,你也該死吧 我們沒有支持他,這個是事實 其實我可以解釋一下,人民的派人去參選 去所謂追擊,其他民主黨或者民主黨的準則 因為有些人說,我是民主黨的民主黨 但我當年,一六的時候,我幫他們 他們說,你覺得人民的量不頂多追擊他們 但他們現在不是去投票 這個是他自己的看法,他這麼怕死 為什麼他這麼怕死,你自己努力一點 你覺得是理由來的嗎? 我們盡真很清楚,你支持政改 你那天,五一六就回來拉票 喂大哥,你那時候,何俊仁都呼籲人去投票 是啊,司徒說,叫人不要去投票 是嗎? 補充寫一下,支持五區公投 只是不是五一六投票的一個行動 因為支持五區公投,包括 我們那時候整個五區公投就是 政制決策權還給人民 真普選 整個五區公投的主旨 既然投票結果,八九成的人 是支持2012雙普選的 那你本身就在政黨裏面投票 你又支持接受這個偽政改方 那你便表裏不一 所以我們說,你支持五區公投是一個連串的行動 不只是說你出來站一次,幫我叫一次麥 叫人投票 那你在黨裏面也有投票 支持偽政改方 然後出來連串的行動 偽政改方的通過之外,有沒有任何這個意義 那你根本就是不是真正接受 以及支持這個所謂免得錄這個公投的運動 不是,我再補充 在我們的論述裏面 大家遲些會看到那個小賊 我們說得很清楚 就是我們要跟他同區競爭的原因是什麼 準則是不是很清楚 OK 你剛才舉的那個就是 他自己情緒上覺得有問題 那麼他會割下的事 那就叫他對黨 是啊 是啊 我真的加道一句 我們一年前,選民力量在成立的時候 已經跟民主黨民協的人 已經說明退黨保平安 而真的有人退黨 那個叫新民主同盟 新民主同盟退出民主黨之後 我們是跟他們沒有任何 在區議會上都有任何的競爭 那麼這個是很明顯的準則 而最終他留在民主黨裡面 我不管他之前 即是他支持了什麼 他發開口夢之前 五區公投也好 既然他留在民主黨裡面 即是證明他仍然是為民主黨 他們在政改方案之前 政改方案這個重大決定的背書 那麼我們跟他競爭有什麼問題 這個是我們票債票償運動 最主軸核心的理念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說 那歐朗堅和朗堅 是否正正和大家有這個案子 是 是 我再補充一件事 即是 現在坊間或者支持民主派的報紙 經常講一件事 叫做益了建制派 在我們整個人民力量的論述 民主黨是等於民建聯的 OK 我們有很多事實可以證明 04年民主黨支持領會上市 民建聯支持領會上市 結果搞到公屋商戶雞毛鴨魚 OK 立場一致 還有很多單 支持社 社工機構 100個半款 又是民主黨 民建聯 是吧 最新的就是 支持政改方案 民主黨民建聯立場一致 最新的是 在武安事務委員會 譴責 這個反提寶方案諮詢會 提寶方案諮詢會 那個所謂暴力 民主黨民建聯 都提援責動議 支持通國 支持修改議事規則 民建聯提出 民主黨贊成 在我們掃場之後 建制派三十幾個議員連署 譴責 民主黨一樣譴責 一樣開記者會 最新的就是 反對外傭有居港權 支持政府上訴 民主黨和民建聯一樣 根據這些鐵一般的事實 民主黨等於民建聯 所以不要再跟我鬥亂 繼續說什麼 抑挫建制派 一樣 他們才是同老人 OK 很清楚的 在我們的立場來說 所以就不要再在這一個所謂 概念上來和我們鬥亂 沒有意思 是吧 講事實就可以了 我剛才講的是不是事實 很敏感的政治議題 不是一般民生問題 投票立場一次 是很有爭議性的 政治我只是看這些 有爭議性的 其他那些投票 一模一樣 我都廢話說 是吧 我想補充一點 就算民主黨最近 說反對這個特首 這個小圈子選舉 但是你看看立法會的投票 這次的小圈子選舉 那個千二人的安排 民主黨是透過在立法會 投票通過了 那個基本法附近的修訂 然後才可以得以落實 所以民主黨口講 反對這個小圈子選舉 但是實質上是在立法會 他在通過偽政改方案的時候 關於特首選舉的部分 除了鄭家庫之外 所有民主黨的成員 是投票支持 所以你們要看看 那個事實是怎樣 明天涼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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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